好 今天畫完就差不多了 呵呵呵呵呵 還有很久 還有很久 就是說 我剛剛說所謂的 用煙霧把它隔開 這個也是一樣 畫煙霧的時候 我們就要用這個三碼筆 不是啦 這個長油筆的 長油筆 好 我們現在最前面這一層 這一層可以稍微 黑一點點 因為這個底下呢 我沒有膠帶 沒有把它完全畫出來 所以就要用煙霧把它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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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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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只是因为你能够从这个浓的 调到很淡 这样子的层次出来之后呢 以后就可以 变成云 云海 云海就是将画出来 一层一层去画 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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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app ��到旁边 很 我染的時候 比也是很倒 你要同時用到筆尖的濃墨跟筆度的淡墨 幾乎沒有順序性 你一定要前後左右去移動 然後這種煙霧就是寄的一個口訣 輕輕下筆重重收筆 輕輕下筆 就是快 然後到這裡要稍微頂一下 因為我們的白色是指張原本的白 是流出來的白 所以你必須把那個黑的部分都挺上去 然後煙霧它是無形的嘛 所以你們的筆觸呢不能留太多 如果筆觸看得太清楚的話就會覺得很怪 但是它在這個煙霧有一些濃的跟蛋的出現齁 像比較底部這些 你還是可以留一些它的實際的形狀 就是煙霧比較濃的時候它會隔開的感覺 所以這邊模糊這邊清楚 你要去調配一下 所以老師你們心裡面的想法 對煙霧的想法是 有樹的地方 所以我稍微給它加深一點 然後去營造它 是嗎 有樹的地方它本身就會比較暗一些 這是肯定的 那其實我心裡也沒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我在安排這些 這些白色的空間的煙霧的時候呢 我心裡只有梳密的概念而已 就是哪邊應該稍微密集一點 哪邊需要稀疏一點 用這樣布局的概念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在畫 加上水或者是加上點景進去的時候呢 你就要考慮到可行性啦 有一些是比較接近自然的 你不能說煙霧隨便亂挑 它還是要有一個走勢 根據景物而去做 因為這張的話呢 我想要做一些全部都煙霧瀰漫的感覺 因為原本只是要畫樹而已 對不對 然後我就乾脆加上點景 讓你們知道說 一張小品的行程 其實從樹也可以發展成一張作品 這兩個人從這邊走進去 不知道要走到哪裡去的感覺 好 人生不知處 哈哈哈 就可以 這是一張作品 這樣好不好 好 所以